現在來跟各位介紹如何使用這個2013年燈會的導覽APP 當你下載了這個APP安裝好之後 你應該會看到這個APP 打開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跟燈會網站或者是官方資料所呈現的 一樣的導覽度 但是這個導覽圖呢 不管是電子檔或者是紙本的導覽圖 唯一不同的地方是 它事實上是會有 這張圖上面有經緯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當我把這個APP打開之後 它就會自動的打開GPS 它現在正在搜尋這個信號 所以如果你的手機的GPS是關閉的話 然後你把它打開 然後一旦這個GPS定位完成之後 而且你又位在這個燈會的區域裡面 那你就會看到你的位置的指示 就是會用一個符號表示說你現在在哪裡 而且會告訴你的這個方位 那這個使用上事實上是非常簡單 那你可以透過這個螢幕的放大 鎖小鍵來改變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 用一般 智慧 智慧手機的操作方式 來改變這個 地圖的大小 那這個地方有 三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 是我的位置 我的位置是 因為我現在目前不在 在這個地圖的範圍之外 所以它會告訴我說 我在這個地圖 目前我位置在這個地圖的範圍之外 這第一個 那如果你已經在這個範圍之內的話 你按了這個 我的位置這個功能以後呢 它會這樣你的目前的位置 會放在螢幕的正中央 方便你 立刻知道你現在在哪裡 那另外有一個第二個是 關於本APP 這是指APP 我們這APP的設計單位的一個聲明 第三個是使用說明 這裡有一個 簡要的APP的使用說明 我相信 絕大多數的民眾 看了這個APP的簡要說明 應該就會使用了 那上面這個 上述是有關於這個APP的 簡單的使用 那我就介紹到此